因为中共建党以来 从来没有说两会停止过的 只有这一次文革的时候 也是延后没有停止 那这一次我们就看到事业底很快 下个月马上就要举行了 真的能举行吗 可能不能举行 所以我说这么愚蠢吗 这个时候你要做这些事情吗 尤其台美跟欧盟都签约了 在赶制疫苗在量产的时候 全世界都期盼赶快出来 以救苍生的时候 你来动武 当然不要讲别的国家 美国第一个受不了 他不但试射飞弹 直接侦察机就在那里 南海地区在那里飞 航空母舰的舰情不断烙 比1996年 那个都还紧密的这样子 川普只插一句恐吓的话 你不要给我动一根寒毛 只插讲这句话 不然他真的是要跟你开战 所以有时候在想 大国有大国的这种难受 习近平解放金能不能控制 我都怀疑 现在唯一现在这个疫情里面 唯一最让人家吊诡的是 解放金没有公布他们的疫情 对他们都扛起来 对呀 不上报的 到现在为止 我们不知道这么大量的解放金 真的都一个都没有 人家连美国都有报道之外 连他们什么驱逐 什么舰上都有 都有杆 怎么会你解放金 他们有多少是个黑数 而且那个打针 那个成为 还是解放金的生化武器 的哨教首席顾问 都是这一群人怎么会没有感染啊 我发现他自己内部 可能都有问题了 好 再来关心国际疫情发烧 印度总理莫迪 周二下达了封锁令 全国进入封锁状态 时间长达三周 但是他们全国有13亿人口 都待在家哦 引发不少问题 来看一下 为了防堵武汉肺炎疫情 印度25号进入封锁状态 要求全国民众都要待在家 但这难度可比天方夜谭 有民众没在管禁足令 照样出来趴趴走 但下场就是一顿鞭打 只是搭个计程车 就要被警方追着打 连司机也被搓 而这名小哥 傻傻地被警方转着圈抽打 警察除了使出棍棒狂抽 还要民众一起罗伯蹲 民众各个戴着安全帽 在警察一声令下 默默坐起蹲跳 看得令人瞠目折舌 有的民众则是被迫弯腰抱腿 有的要伏地挺身 做到一半还偷笑 这场被媒体形容为全球最大的封锁行动 除了有民众不服禁足令 也有不少民众出门抢购物资 但先得一一排队等量体温 才能入内 封锁就等于没了收入 印度政府25号在首都新德里 放放餐点给平民 和靠日新过活的劳工 相较其他国家确诊病例数居高不下 截至目前 印度确诊病例突破600人 死亡人数也不算多 但这可能是因为检测率不高 莫迪政府则警告 若没有封锁令 疫情会更严重 但封锁是否有效 有待观察 因为疫情的关系 现在全球进入封锁的国家非常多 那其中印度高达13亿人口 也要封锁21天 那这么多人口的国家 有办法管吗 他们的警察很厉害 就在街上 你是不听话的 或是说不戴口罩的 骑机车爬爬走的 没有居家检疫 没有乖乖待在家里 你看我们的警察 拿着这么粗的棍子 就直接打下去了 不听话 亲皇 印度应该是民主国家 可是他们警察 可以这样当街打人 印度是民主国家 但印度是一个 很特殊的民主国家 因为它的贫富差距很大 另外是印度各邦 各邦又有自己的自治权限 所以印度这个国家的体制 其实跟很多人想的不太一样 但是因为它最重要的是人口多 所以大家就会关心 疫情如果爆发的时候 印度能不能控制得住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 印度式的警察执法 这个印度式的警察执法 跟你在台湾看到 应该是绝对不一样的 所以你才会看到 就是说有些那个 出门爬爬走的情况 他的警察几乎是 当街就直接执法给你看 那只是说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会担心他们到底 控制不控制得住 因为他们现在宣布 他们不只是封城 他们也封国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知道台厂之前 有很多家是到 印度去设厂的 像比如说伪创 那像他们现在就是 跟着配合印度封国 就全场都停工 所以你会发现 它的影响其实还蛮大的 但是现在全世界的影响 大家在观察指标 其实也不只是印度 印度是因为人口多 所以引起重视 可是现在大家在观察 还有什么国家呢 包括我们也看到 这个在这两天宣布 要封国的不是只有印度 还有纽西兰 纽西兰我们本来以为 他状况应该控制的还不错 可是你看 这是我一个朋友 昨天因为他在纽西兰 然后他昨天手机上 就收到这么一则讯息 你看他在昨天晚上的时候 收到这个紧急警报 就告诉他整个国家 国家级的紧急 告诉你现在就是 不可以往外跑 然后呢 最重要的是 他们后面还有这么一篇 告诉大家 你看这纽西兰政府 传出来 叫大家待在家里 拯救生命 所以你会发现在纽西兰 也很紧张 因为纽西兰的病例数 已经比台湾还要多 但是你要知道 纽西兰的人口 只有台湾的四分之一 对啊 他们好像只有六百人 所以以确诊比例来说的话 它是确实是很高 那另外除了纽西兰之外呢 另外一个可能 也要升级的国家 大家观察的是日本 为什么呢 因为日本有一个状况 是大家也是之前 没有想到的 是什么呢 给各位看一下 日本大家在想的是 它之前的疫情 很多人都认为说 那个是低估 结果后来一发现下去说 它还真的有低估的情况 因为是大阪 大阪的那个知识 它自己发到 它的推特上面去 各位可以看 这一份呢 是日本厚生劳动省 所做出来的资料 然后大阪府的知识 把它发到推特上面去 上面这边写什么呢 你看 在预计3月28号 今天3月26 预计3月28到4月3号的时候 大阪的确诊人数 可能会高达3374人 那目前才多少人 目前根本才 案例才不到200人 那你想想看 那既然他 他已经预估到3000多了 既然这样 他为什么会预估到3000多人 这个是后生劳动省的资料 然后你看他什么时候 做的报告 他是2020年3月16号 做的报告 也就是3月16号的时候 后生劳动省 已经做了这个报告 表示他们其实也推估说 他的这个确诊人数 会增加很多 所以大阪府知事说 他们大阪跟兵库一带的 感染人数呢 根据报告看起来 会增加40倍 那你想想看 大阪如果增加40倍 那很多日本各地的人 到大阪来会往外 辐射扩散出去哦 那我问你 这个效应在东京有没有 有 所以东京都知事 这个小池百合子 这几天都出来 在开记者会 告诉东京市民 你们最好好好待在家里 所以日本这几天有一个 就是叫大家要待在家里的 关键字在日本的网路上面 爆红 为什么 因为各地都出现 然后小池百合子怎么说 现在东京的状况 你看昨天 一下暴增40几例 对不对 他们现在在担心的是 如果未来三周 关键期人数突然暴增的话 东京也有可能 进入封城的情况 对的确 现在全球各个国家 很多都进入封锁状态 那不光是在印度 我们要特别提出 这个意大利最近的 好几个市长 都快封掉了 因为他们的民众 是啪啪造的情况 非常严重 所以呢 甚至还有人要开趴 所以我们看到这位什么 这位市长 他说听说有人要 举办这个毕业趴 他说我们会派警察过去 还会带着火焰喷射器去 就真的是气炸了 真的用火焰喷射枪 来这个射你们 来处罚你们 也就是说 这种疫情的 这种严峻的情况 但是很多国家的民众 是真的没有放在心上 还是继续啪啪啪造 当然我继续请教金益医师 印度我们的印象当中 是民主国家 警察会这样处罚 但是好像说他们的医疗 跟整个环境卫生 都不是那么的状况 都不是那么好 所以疫情在他们国家来讲 是不是岌岌可危 印度真的是蛮让人担心的 印度人的习惯 他们排队 因为怕人家插队 所以印度人排队 习惯是前胸贴后背 你如果在他们的排队队伍里面 是全部都贴在一起 紧紧的贴着 因为怕人家插进去 所以他们完全没有像其他国家 现在讲的那个social distance 你要跟人家距离一公尺 甚至两公尺 他们原来的文化是这样 那印度这个国家 他的贫富差距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当然他们的医疗 我必须说 他们厉害的医疗 非常非常厉害 像很多世界上的这个相关医学会的理事长 是他们印度人 是印度裔 因为他们他们高端的非常厉害 那有钱人你能接受到的医疗 有非常非常的好 甚至在美国的很多那个 他们的医院的影像叛读 是印度医师叛读的 因为有时差 所以他们只要片子拍了之后 印度帮他看完片子 可以发回去给他们 他们是这个样子的 可是他们贫穷的人 是非常非常的贫穷 就是户口可能也没有 也没有基本的检查 那没有没有办法治疗 那甚至我们以前跑的一些地方 他就在那个路的旁边 就搭一个小棚子 你很难想象 有点像台湾有时候 你路边会看到一个小的土地 工的那个那个小庙 有没有 里面就住了一户人家 他们是这样子的 所以他们会有非常多的 假设他们出现社区传播 因为现在还没有 没有这个资讯 他们有没有社区传播 但是印度一旦发生社区传播 一定会死很多人 因为这些人是没有办法就医 而且他根本完全没有医疗 他们的医疗条件可能都比 他们家医疗比较多 因为他有一大部分 真的是非常贫穷 我们以前到他的某些山区 去做医疗的这个训练 我们会训练他还有试制的 这一个我们叫做僧侣 那你知道我那时候就下 有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跟他教 比方说教他们知道女生的子宫 他问说子宫是什么东西 那你跟他说子宫在膀胱旁边 他在问你膀胱是什么东西 就是我们的小朋友 所受的基本卫生教育 知道什么你的身体器官 他们完全没有 所以他们有一部分 真的蛮大一部分 是完全缺乏知识的人 那所以你看到警察 会拿棍子打 是因为你用语言跟他沟通 或你用文字条文跟他沟通 是没有办法的 他就直接把你打到 让你躲起来比较快这样子 那所以印度尤其是我们光是看他们比较大城 比方说孟买或者是这个新德里 他的那个繁华的大城里面 他们还是有那种贫民窟啊 全部聚集在一起 剪垃圾的那种贫民窟 那甚至他们贫民窟的人 是去吃人家厨余洗过 再稍微料理过给你吃的 所以你去想想看这些人 一旦他们发生社区感染 社区传播 这些人是完完全全 没有防疫能力 没有防疫知识 没有办法被保护 而且一旦发病 大概会全部死在里面的那种 OK好 所以说印度这个面对疫情 恐怕是外界相当的担心 可能是岌岌可危 但如果说对照印度警察的执法方式 那台湾的民众应该会感觉非常的幸福 我们的警察应该都是很有礼貌的 不好意思啊 你怎样等等 这对照起来差别非常大 那现在因为疫情紧绷的情况之下呢 台湾其实有很多人啪啪照 在这几天不断的层出不穷 我们看到包括有这个高雄的留学 这个留美的这个学生 他隔离还在家开趴 所以陈时中就标骂 说你这些朋友同学 真是不怕死不事相 还要去这个隔离的人 要去这个要去参加他的趴 所以他就说真的是太过分了 再来我们看到 也有这个去荷兰游玩的金氏夫妻 开着跑车上街 这个劳工开着什么 什么宾室车上街 然后这个另外一个是骑机车 那当然就要罚钱了 那这个现在很多的这些娱乐业者 酒店夜店等等 我们看到侯爷就说了 KTV业者 你如果不管治人潮呢 那我来帮你管 你不要等到我这个警察 去那边站岗的时候 你连店都别想开了 那再来我们看到 也有高雄的隔离偷跑的 这载着有人去买早餐 就被拍到了 那所以现在想偷跑了 我们都有防疫手环 所以你想要跑出去 我们都可以掌握到 我们看到这个防疫中心就说了 现在229的隔离者 是吃罚单 有超过1800万 要入国库 之前还有人在讲说 好像没有人在缴罚金 结果执行官马上就到你家了 来明显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情况 其实居家检疫跟居家隔离是不一样 居家检疫是你从第三级国家 回来才居家检疫 隔离是你跟这些确诊 有接触的疑虑就居家 当然都是不同的 当然是关 都要在居家隔离 检疫当然 可是政府真的服务很到位 李干事跟李长不只送餐 叫沙登送餐之外 还有你的垃圾 还是他要去帮你收 台北市还一个比较 做到这么到位 更到位的是 台北市有一个居家检疫的 你知道 他说我便秘 然后跟李干事讲说 你可以帮我买火龙口过来 真的喔 吃火龙口可以 所以李长帮他去买 还是要帮他去买 因为他不能出来 所以这些爬爬罩真的很夸张 你知道吗 李长李干事已经 让这些人摸到人家很累 像台北市 上礼拜五的时候 大概居家检疫有4000多人 到五六日暴增 到礼拜一的时候突破9000人 到昨天已经9000多 但今天应该突破1万人 台北市才456个里 平均一个里 一个里长 一个李干事要负责300人 他说我都送不服 大家要送便当 叫三轮的送 然后还要帮他们倒垃圾 那甚至有一些 比较奇迹贵贵的要求 比如说要送火龙果 买水果 还有其他奇迹贵贵的要求 那怎么服务得完呢 对所以真的 要找帮手 所以真的各县市六都 特别六都 其实居家检疫的人多 他已经向中央提出要求 看可不可以用 透过志工去协助 否则你透过李干事 他真的 他会忙死 忙不过来 那第二个 这些爬爬罩 这些人真的 老实讲 真的没用心 这些人 有一些真的为了说买个东西 然后就下门 然后穿着 穿着自己的衣服 就下去买个 买个午餐 拜托 李干事都帮你送了 你还下门 那至于要出国爬爬罩的 特别台北市的部分 夜店现在还很多人 当然东西的夜店 已经关起来了 可是这些会不会 跑到说 其他的夜店 KTV 特别有一些 林申北路的地下经济 这一些 我觉得警方要加强查气 所以像我们台北市的部分 我们就特别要求 你特别地下经济的部分 特别林申北路 他们有自动说歇业吗 还是 有一些有 有些没有 包括东区的夜店有歇业 可是有一些是没有歇业 林申北路那些地下经济 会歇业吗 听说很多台商被管制 没办法回大陆的 都跑到那里去 那其实我跟你讲 老实说 这个 我有认识一些公位学者 一些医学专家 我自己自己讲 反应过很多次 新加坡就在前天 发表了限余令 限制娱乐令 对 我如果说我们这几个礼拜 预计是会疫情最严峻的 为什么不要至少几个礼拜的 限余令 可不可以 比如说我们讲 KTV 那个夜店 对不对 酒店 不要说 口末很会 水都会噴来噴去 沾来沾去 沾来沾去 我想真的很嗨 那个队里面的小姐 其实也是危险 本来就很危险 而且我说真的 现在怕的是什么 很多年轻人 像今天有一例嘛 他是没症状 他是有一例接触者传染 裁剪 才裁剪出来的 有多少没症状的 有多少轻症的 轻症根本不知道 所以 年轻人也许活动力很强 我们最近台商回来 年轻人回来 他没出去了 没想到做什么 可是他回去 可能纽约为什么这么严重 意大利为什么这么严重 年轻人的活动力先开始的 所以我是在想说 你看我们不必什么 倒封城什么 那太不符合比例原则 可是你看到很多国家 至少娱乐令 他会限制 限制一下 是不是要限制一下 因为他很可能是一个 很大的破口 台湾真的是非常幸福 对照国外 我们的什么居家 不管是隔离或检疫 其实都照顾很好 那今天也传出什么 这个理想要送去 那个什么豪宅区 还被那个什么留学生 说闲 泡面我吃不习惯 推回 其实我觉得不是照顾的很好 你用那个字 我觉得太失文 我觉得是伺候他们 伺候 根本不像样子 你知道吗 刚刚讲印度那个警察 印度他人种有四种 最高级的到下面 那高级的那个警察打 那个下第四层的很容易 一棒子就打下去 因为那种四种人种 他分成各种阶层 所以你看那个打人 那个警察个子高高 就是亚利安种 他都是当官的 当这个警察公卫 他打这些乌其妈黑人 就一棒子打过去 印度人就是这个样 所以他的种族 台湾根本就是伺候他们 我觉得很过分 你不要讲说台湾 你知道像纽约 叫我家人很多在纽约 纽约州跟纽约市 他就分成很几种 他就把你这个酒店 什么匆匆关掉 学校匆匆关了 那昨天我还问了一下 我们家人就说 那原来超市没有关 因为要民生用品 他说可是现在你整个城 等于对外交通匆匆断绝 你东西卖光就没有进货 所以超市也不开了 所以你知道吗 台湾真的是很幸福的地方 那而且他那个封城 你知道吗 为什么纽约那个数字 为什么跳起来那么高 然后印度为什么这些那么低 因为他根本没有筛减 那纽约跟纽约州 他那个筛减的比较现代 所以你看他那个跳起来的 那个确诊人数 一直往上走 几乎 他现在是世界第三 转眼就要到世界第二 因为只差六千人 所以换句话说 台湾已经是非常仔细 我觉得这些啪啪噪的人 真的很离谱 你知道台湾现在有四五万人 好像就是居家隔离 那这些人 你怎么能够保证 他没有带病 所以我觉得那个才是 真的是最大的破坏 来来来 国东哥来 一个国家是不是文明进步 是不是民主法治 就看人民怎么样遵守 这个国家的社会秩序 不是政府你要拿什么手段 今天印度拿出这个手段出来 没有什么用处 一个人口仅次于中国的一个国家 不是排队人贴人 你坐火车 车厢爆满 连车顶都坐满人 对不对 要嫁妻我儿子就先问对方 你家有没有厕所 这是如果有是有些考虑的 没有厕所 你又嫁去那边 要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上厕所 一个这样的环境 他们是相信重新那条恒核 百毒不清 那条核旁边也可以烧死人火葬 烧死人 也可以在那洗衣服 还有人在那泡在水里面 这个等于是信教泡在里面 也可以带回去喝解毒 前段时间他们说要制度 这个武汉会员是喝牛尿 他说牛尿 因为牛在印度是神圣的 之前他们没有确诊 还说是他们吃咖喱 牛尿可以解毒 因为牛是神圣的 什么无奇光怪陆里都有 看他们打人 打到这样子 不听没有办法 人多大家都不听话 可是现在我们来反看 我们台湾 如果我们还是这样子的话 防疫中心能不能有效的抑制 我们的指挥官生气 确实是无奈 我们要尊重人权 又要顾到人道 又要保护大家都 不要拖散感染 一再给你辛苦劝 当然像侯友余 他干过警察出身的 警政署长的 当然讲话会狠 会会比较气魄一点 霸气一点 你不管我来管 中华一百万